好 尤其來看到美國 鷹派的前國防部長 叫做倫斯斐 其實他在新墨西哥州 家中辭世了 享受88歲 他的家人在6月30號 宣布了他的死訊 但是沒有提到他的死因 因為他對大陸是極為不友善的 所以就有一些網友 虛構了一個橋段 幫他說 說只要我活著 中國共產黨就活不過100年 因為他其實也是蠻力挺 所謂的中國崩潰論的 儘管這是虛構的 還是引發了討論 曾經他是兩度主持了 五角大廈的來看到 但是倫斯斐 他一向就被認為 是一個霸道而且魯莽的超級右派 又剛好是在中共慶祝 建黨百年前過世了 所以在大陸網路上 為此議論紛紛 有一方面網友是感謝他 他把美國推進了 反恐戰爭的泥沼當中 也讓大陸有了20年 快速發展的另外一方面 還幫他編了一個段子 說他曾經揚言 只要我活著 中國共產黨就活不過100年 網友就酸 因此在中國共產黨 慶祝建黨百年之前 因為他6月30號辭世了 倫斯斐就實現了自己的預言嗎 儘管這是一個虛構的 不過他在小布希總統任內 國防部長的確做了 兩件重要的軍事決定 包括什麼 包括的就是阿富汗戰爭 以及伊拉克戰爭 就把美國拖進了 反恐戰爭的泥沼當中 因此無法自拔浪費了 非常多的大量資源 搞垮了美國的國力 各方的評論員觀察都說 他是讓美國走入衰敗的 罪回禍首之一 也有一些評論員認為 他把美國拖進的這兩場戰爭 才讓大陸在與美國 形成的戰略競爭當中 與之抗衡的關係之前 要在抗衡之前 獲得20年高速發展的寶貴時間 而且在國際環境上 大陸在上個世紀末 逃光養晦十多年 也利用了21世紀初 在經濟 政治的實力上 發揮了舉世矚目的榮景 所以來看到主導冷戰之後 國際秩序的美國 現在是深陷反恐戰爭的困局當中 以及包括了什麼 金融危機 所以美國一開始的時候 都沒有察覺 大陸已經對美國的霸權 形成了很大很大的威脅 30歲就當上聯邦眾議員 而且一口氣四連霸 羅斯菲德是名校普林斯頓出身 並且寫下了兩項 美國國防部長記錄 一是43歲成為史上 最年輕的國防部長 接著在68歲時 回鍋成為美國最年長國防部長 他會再次成為了 很大的防守主席 不過這位右派國防部長 其實曾經在1974年 與季辛吉訪問北京 但是因為美中撞擊事件衝突 大部分大陸民眾認為他狂妄 而且侵蝕中國 倫斯菲德在中共百年黨慶前去世 享受88歲 我們已經拿了一系列的措施 以防止更加攻擊 而決定誰負責 911恐攻時 倫斯菲德仍剛好在五角大廈 一架遭挾持克機撞擊後 導致104人死亡 他當下參與搶救同僚 最後在隨乎懇求下離開 911恐攻影響倫斯菲德 也將美國拖入兩場戰爭 這一次經典的政客耍嘴皮 其實代表了美國政府 以默失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理由 出兵伊拉克的最佳例證 而美國參與的伊拉克與阿富汗戰爭 也在21世紀初期拖垮美國 也使得國力大受影響 相對而言 中國大陸獲得了20年寶貴時間急速發展 也得以在與美國形成戰略競爭對抗關係之前 創造出經濟與政治實力的榮景 我們實現了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 在中華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會 歷史性地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 正在意氣風發 向著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 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邁進 大陸在7月1號舉國慶祝中共百年黨慶 在倫斯菲德去世的時間點巧合下 有了大陸網友杜撰 只要我活著 中國就活不過100年的段子 使得這位不只是在美國國內備受爭議 在國際間引發戰爭 導致中東情勢動盪的國防部長 反而成了大陸快速成長 而且事實上 並未對任何國家造成威脅的歷史主角 記者綜合報導